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9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随着中国航司不断增加附外航班 出国游的市场逐步升温 但殊不知 在愉快的境外游玩过程中 你可能会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 触犯中国法律 搞不好回国入境就会直接被扣押审查 这听起来极为离谱的情境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走出国门 一些曾经在中国境内严厉禁止的事情 突然变得稀松平常 于是就有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开晒 自己在赌场赢了多少钞票 自己在美国拔场里练枪大杀四方 更有人还在网上晒出自己稀释大麻的照片 没想到境外一时爽 回国却要面临牢狱之灾 虽然你身在美国 但只要是中国公民干了违反中国法律的事儿 一样抓你 就在昨天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 敦促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远离一切形式的赌博 称海外赌博也违反中国法律 据了解 这一警告发出之际 正是中国警方大力度打击中国公民在新加坡赌博的行为 该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郑重提醒广大在华人增强法律意识 远离赌博 新加坡拥有两家赌场 其中一家由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运营 另一家赌场则由云顶集团经营 大使馆表示 即使境外赌场合法开设 中国公民跨境赌博也涉嫌违反我国法律 并补充说 使领馆可能无法对违法行为提供领事保护 中国一直在加大对跨境 离岸和在线赌博的打击力度 中国驻多个国家的大使馆已经发出类似警告 试图遏制这些非法活动和对海外公民的威胁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在声明中表示 跨境赌博还可能带来欺诈 洗钱 绑架 拘留 拐卖 走私等风险 另据报道 中国驻韩国斯里兰卡使馆近日也发出类似警告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声明称 2月22日 中非执法部门合作遣返40余名从事境外赌博活动的中国公民 大使馆表示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 反对中国公民出境从事赌博业 此外 中越两国公安部长一致同意 加强执法合作 签署共同打击跨境赌博谅解备忘录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表示 中国公安部开通了打击跨境和网络赌博举报平台 中国公民可以通过该平台举报线索和可疑活动 同理 虽然中国政府提升了东南亚的执法力度 但是前往北美游玩的旅客 甚至持有绿卡 枫叶卡常居海外的中国公司 依旧可能成为这个制度的被执行者 加拿大媒体今天发表Tristan Harper的评论文章 题为 加拿大现在成为全球公认什么不该做的榜样 文章称 从安乐死到住房负担能力 加拿大现在被认为是最坏情况的典型 就在上周 英国报纸上出现了两篇独立的专栏文章 将加拿大描绘成不应该做什么的榜样 两篇文章都受到C63号法案的启发 及自由党的在线危害法案 旁观者The Spectator说 这实际上促成了加拿大思想警察的建立 美日电讯报将此作为加拿大几乎完全陷入暴政的证据 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之前 旁观者的一篇博文思考 为什么没有人关心2008年加拿大的联邦选举 文章写道 奇怪的是 外国媒体几乎没有加拿大的报道 即便是在英国 毕竟有很多人在加拿大有亲戚或关系 但现在 从安乐死到住房负担能力 再到互联网监管 加拿大经常被外国议会和外国媒体引用为最坏情况的典范 就在六个月前 美日电讯报制作了一部迷你纪录片 将加拿大的政治局势描述为对西方的警告 引起了轰动 纪录片《加拿大的觉醒噩梦》的简介里写道 在贾斯汀·杜鲁多·Justin Trudeau的领导下 加拿大试图将自己定位为进步政治的全球堡垒 目前该电影获得了超过500万的观看量 纪录片指出 加拿大现在绝对是全球进步事物的先锋 包括减少伤害 协助自杀和性别意识形态 加拿大现在拥有世界上最自由化的协助自杀制度 以及世界上最高的安乐死死亡率 加拿大是第一个允许在监督下注射毒品的国家 以应对不断上升的过量吸毒率 BC省是第一个以更安全供应的名义 免费分发娱乐性阿片类药物的司法管辖区 过去几年 加拿大管理跨性别身份的规定 比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同等政策推进的更远 例如 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 Nicola Sturgeon去年被迫辞职 部分原因是他的政府允许被定罪的强奸犯 仅仅通过自我认定为女性 就被转移到女子监狱 进而引发争议 杜鲁多在2018年颁布了完全相同的政策 其效果与允许性犯罪者转移到女子监狱相同 然而 这个问题在加拿大的讨论中几乎没有引起注意 加拿大的觉醒的噩梦纪录片的主旨是 这场社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这个国家 希望走同样道路的西方国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英国目前正在研究一项将医生协助自杀合法化的提案 在议会听证会上 加拿大被认为是应该避免的例子 去年6月 多伦多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 Trude Lemons对英国的一个委员会说 我想说 加拿大对那些将医疗协助死亡合法化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警告信号 对世界的警告一词 也被用在了SPAC的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 关于加拿大安乐死的文章中 政府没有解决加拿大社会面临的健康和经济挑战 而是有效地提供早逝作为解决生命疾病的方法 国家邮报前专栏作家 加米尔吉瓦尼·珍米尔吉瓦尼 刚刚赢得保守党议员选举 去年新闻周刊发表了他的观点 认为杜鲁多政府监管互联网的企图 应该让美国决策者做研究 作为互联网控制如何侵蚀言论自由的测试案例 吉瓦尼针对在线流媒体法案 Online Streaming Act写道 加拿大人犯了把言论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的错误 该法案对从Netflix到社交媒体等网站 实施了加拿大内容配额 即使在政治领域之外 加拿大经济的某些方面也已经超出了界限 以至于现在成为了出错的国际基准 在住房方面更是如此 加拿大经常被评为最负担不起的住房 或泡沫最大的房地产市场 去年11月 商业内幕报道了加拿大的房地产危机 旨在警告美国人 不要让自己的房地产市场变得如此糟糕 美国读者被告知 加拿大人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才能有机会让房子获得公平的市场价值 如果在线危害法案 突然成为英语圈其他国家的头条新闻 那并不是因为更广泛的世界对加拿大政治本身感兴趣 更确切地说 是因为C63法案就像杜鲁多之前的任何政策一样 正在提议做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尚未提出的事情 虽然加拿大的许多同类国家都有对仇恨言论的控制 但C63法案对倡导种族灭绝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 让欧洲人都感到吃惊 法案还规定 警方只要怀疑加拿大人可能犯下仇恨罪 就可以强制软禁 华尔街日报将该法案描述为2002年电影少数派报告 Minority Report的一个真实例子 该电影描绘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 在这个未来 公民因预期犯罪pre-crime而入狱 用旁观者的批评的话来说 这项立法授权对被认为可能在未来犯罪的人 进行软禁和标记电子标签 如果这不是建立思想警察 我不知道什么事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 今年1月刚做过腹部手术的凯特 上周六和威廉王子与他们的三个孩子 一同访问了温莎附近的一家农场商店 看起来快乐 放松 健康 《太阳报》称 当天早些时候 威廉和凯特观看了乔治王子 路易斯王子和夏洛特公主做运动 该消息援引了现场目击者 虽然并无任何公开的照片 但这是凯特在1月份接受计划中的手术后 第三次公开露面 3月4日 有人拍到他和自己的母亲坐在一辆车里 接下来的一周内 他和41岁的威廉王子被拍到 坐在一辆车的后座上 从温莎堡驱车离开 凯特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导致网上关于他的健康和他与威廉的婚姻的谣言四起 然而 让各种阴谋论达到顶峰的是凯特与英国母亲节当天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张全家福 在照片发布数小时后 各大国际图片社纷纷发布了删除这张照片的通知 担忧起被操纵 凯特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为这张照片造成的混乱道歉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像许多业余摄影师一样 我偶尔会尝试辟图 对于昨天我们分享的全家福照片造成的混乱 我想表达我的歉意 我希望每个庆祝的人都有一个非常快乐的母亲节 照片专家和王室观察员后来发现了至少16处编辑错误 证明这张照片是用修图软件处理过的 这张照片被撤回的后果 让部分新闻媒体或公众质疑王室的可靠性 上周 法新社的一名负责人告诉BBC新闻电台 肯辛顿公不再被认为是该机构的可靠消息来源 法新社撤回了这张照片 除了凯特本人的道歉外 肯辛顿公没有对这张照片发表评论 今年1月凯特住院时 英国官方表示 预计他要到复活节后才能恢复公职 据悉凯特王妃可能会在重返公职时 谈论他的手术和康复情况